为了推广与行销泰鲁阁足一年一度的碎石记忆感恩记与文化产业 秀林乡公所今年特别在花莲市的旧铁道徒步区 举办了原汁原味市集 吸引了相当多民众前往体验 在峡谷业务团的表演之下 花莲县秀林乡2022 德鲁公在巴黎感恩记典与文化产业活动 在星期六和17天两天 在花莲市旧铁道徒步区热情登场 吸引箱长王玫瑰立委副文旗服务处主任柏江生 县福北汽服务中心主任林潘忠臣 花莲县青年资产委员王省钢族 泰鲁阁族专门委员亚邦 立委孔文旗服务处主任乌秀华 共同前往现场来为活动来加温 吸引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原名箱 吸引箱同时拥有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以及有非常崩溃的人文底蕴 我们吸引箱同时拥有十几年来 一直努力在做推动行销 泰鲁阁族文化产业的工作 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打不出去 我想这两三年来 我们成立了我们文化推展委员会之后 我们找出了我们的问题 就是要跟结合 不管是机关也好 不管是团队也好 一定要做不一样的结合 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的商品 行销自己的产业 甚至让我们的产业来升级 我想这几年 这两三年 我们跟花林县政府 以及台北市政府 还有东华大学改良厂农粮署 以及我们签订国际 以及还有就是跟各乡镇市公所 我们做了合定合作的议定书 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绣林厢的产业 能够落实来发展 绣林厢的文规表示 但是未来也会协同公所团队 前往施工所来拜会新人的市长来争取 在每个星期六 星期天 能够在花林县铁道徒步区 来长期办理原汁原味市集活动 把部落最精致的手工艺品 美食和泰鲁格子舞蹈 能够呈现给大家 让乡亲和游客 能够在亲近部落的文化之美 公司也开创部落的经济产值 记得请你 花林县报道